准备一块五花肉 把猪皮在锅中给它烫一下 放成这个样子清洗干净 放到锅里面给它煮成戚风手 盆子里面加入梅干菜 清水清洗干净以后 给它浸泡起来 煮到这肉用筷子的 我们轻轻一叉就叉透 这肉就可以了 取一些牙签 把肉皮上面我们都给它扎一下 扎好以后 上面我们抹上一层蜂蜜 家里边没有蜂蜜的 我们用老抽代替也是可以的 然后放到油锅里面给它炸制 炸好以后再放入肉汤里面 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肉泡好以后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把它们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以后放入到一个喷子中 加入盐 味精 鸡精 胡椒粉 蚝油 加生抽酱油 加老抽 大口的葱姜 香香叶八角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泡好的梅干菜 我们用火 一点油不加把它背干 没有一点的水分 腌好的肉片 依次肉皮朝下 摆放到碗中 再把梅干菜铺在上面 腌肉的料放到最上面 最后上蒸锅蒸50分钟 蒸它个皮酥肉烂 这个梅干菜呢 我一直选用的是绍兴的梅干菜 特别的正宗 而且呢 没有沙子 没有添加剂 香味特别的十足 它的配料表呢 也非常干净 只有芥菜和食用盐 蒸好以后 把里面的调料 我们全部都给它 抄出来蒸掉 把它们取出来 这样我们先烹烹的梅干菜铺肉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梅干菜铺肉呢 肉非常的软糯 油腻 方法也非常简单 相信您看到这里已经学会了 赶紧收藏起来 给家人做做事吧